如果你们有试过 如果你用Table的话 你会发现因为Table里面又多了一层 展开之后你会发现这边又有一个TBody 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要抓TBody 因为TBody里面还有个TD 所以理论上是什么 它应该是TBody底下再才是TR 所以如果我要抓的话 应该抓TBody成功的几率比较高 应该是比较正确的 如果你直接抓Table的话会抓不到 所以其实有一些时候 有些网页如果设计师比较贼一点的话 他不要让你用Excel抓取网页上的资料 他不要用Table就好了 因为Querie Table我讲过 他只能够Querie就查询 Table就是帮你查 他有点像类似Ctrl F帮你查一下 标签里面有没有Table 有他就帮你找出来让你打勾 如果他不用Table的话 那你不就抓不到了吧 对不对 所以像以这个页面类似 它里面是TBody 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个方法 我们不要抓Table 我们换成什么 抓TBody 所以你可以Ctrl C 然后在底下不要用Find不要用Querie 等于不是Querie Table而是Querie TBody OK我们看一下TBody 那你会发现里面的话TBody有25个 那哪一个才是我们所在的位置呢 一样你可以往下找 好不过你会发现可能要往下往下下一个 找F还没到 基本上数位人才 再下一个 OK21 所以基本上的话21-1 就是我们要的 也就是你把21-1这个数字 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们刚刚的程式里面 所以你可以把刚刚的程式拿来复制贴上就可以了 贴上之后呢 那修改几个地方 就是多目推广部的IE版 所以我是从那个改 然后第二个把那个网址贴上 对不对 那一样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底下这些都一样 等待时间也一样 差别只是说呢 你要去抓本来是GetTable 把它改成GetTBody 第几个呢 第21-1 因为从0开始 20 OK理论上反正就照类似的流程 如果你要抓一般性的网页 你可以照着这样的方法来做 基本上你看得到的东西 IE如果可以载入的东西 抓都不会有问题 OK 然后呢 一样嘛 所以我把它变成一个 也是把它 就名字不改了 反正就抓到之后 我把这个东西 先放在我记忆体里面 它是一个TBL物件好了 然后呢 再利用它去找找看它下一层 所以基本上这个指的是它的下一层 所以如果你还有下一层的话 你就再下一层再下一层 反正有点像抽丝剥茧 那其实网页架构就有点像一棵树一样 它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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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 所以你要如果你要找你要的东西 你还是要一层一层的去抓 然后最后的话 抓到之后呢 你就是一个一个在把它切 切割之后 比如说我抓到它放在TRS 对不对 然后呢 再从第一个 因为实际上呢 我的第一列 因为第一列我是那个什么 第一列其实指的是上面这个标题 那栏位名称 这个栏位名称我不要抓 还有减三是下面有什么 好像有几列是什么 反正就是那三列 就是多的那三列 就底下这些 可能我不要 哪三列呢 这一列 这一列 好像还有下面还有一列 就空的你看不到的 这三列我不要抓下来 那所以呢 我把这个范围设定好之后的话 那再来就是什么 一列一列的抓 抓下来就一样了 跟刚刚一样 抓下来这一列之后 再用那个getElement by tagName 去把那个TD的部分抓出来 那基本上里面可能假设我们有几篮呢 一二三四五 五六七八 OK有八篮的话 那基本上会怎么样呢 他会先这个第一个会放零 零一二三四五六七 分别怎么样 一个一个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呢 就帮我塞到我们的Sales里面 所以直接执行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直接执行 来看一下 那基本上他跳出来 OK 那你会发现 第一个我没有抓了 底下的全部抓 抓到哪里呢 抓到这边 OK 那就全部资料呢 就下来了 那当然未来 假如说你要抓其他的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 其实也是一个标签的架构 有没有 Clust Type ID等于3 如果等于4是什么 英文班是不是 还怎么办 反正就是不同的班 所以你会发现 从这边也可以去修改 那如果你要全部下载的话 也是一样 跑个回圈 给他一个范围 那不就全部资料 就一直 就类似像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那个一样 一直往下 那这个是一个 利用那个IE物件 把资料抓下来 一个简单的范例 但是未来还有很多的挑战 为什么 因为其实网络上很多资料 难度很高